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来到了一家神奇的店 东京出生的主厨来到大阪学了意大利菜 然后到岗山开了一家传说级别的寿司店 最近又搬到了京都 把意大利料理的技法融入进了寿司中 电话非公开,也不接受网络预约 能不能吃到全看缘分 店铺不大,只有六个位置的一字形吧台 一杯路易博士茶,拉开了今天的帷幕 鲍鱼搭配北海道的马粪海胆和土佐醋的蛇类 浇上一层鲍鱼干做的酱汁 第一道就是奢华的开场 融合了鲜甜、酸爽和微心的味道 各种味道丰富又饱满 就是调味有点重口 酸度和咸度都比较高 第二道是名时的春鱼 搭配萝卜泥和黑漆味粉 鱼肉厚切,鱼皮进行制烤,烤得香脆 鱼肉保持半生,口感绝佳 浓稠且味道偏重的酱汁浇在萝卜泥上 春鱼油脂丰富,鱼汁相得一张 第三道是烤鰻鱼 外皮烤得嘎嘎脆 加入了米曲和黄芥末的酱料 撒了一些山脚粉 炭火逼出了鰻鱼的油脂 吃起来既不会过于肥腻 同时又保持了肉质的筋道感 米曲和黄芥末的甜辣口的酱汁 让这道菜眼前一亮 第四道是马苏里拉奶酪搭配酱油和山葵 是这里特色的一道菜油 这道菜可以追溯到90年代 主厨把意大利料理和寿司第一次进行了融合 这一道保留到了现在 奶酪、酱油和山葵相互交融 味道独特 虽然也没有很惊喜 保留到现在应该是对当时创新的致敬 比起前菜 寿司的出品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醋饭的米用了两款 分别是岗山的雄亭酒米和新鲜的月光米 醋更是大胆地使用了意大利黑醋 制作出了独一无二的醋饭 口感偏软 酸度高 第一罐是金枪鱼的中腹 颜色是红道粉的渐变色 有脂肪带来的甜味也有清爽感 刷的酱油味道也比较重口 搭配上高酸度的醋饭 一上来还真有点不适应 第二罐是自国的赤身 这罐用了比较传统的处理方式 鱼肉切块焯水处理 然后浸自了十个小时左右 所以颜色才会这么深 口感很紧实 味道浓缩 因为自身味道比较重 所以没有再刷酱油 而是加了一点的梅子酱 增添了酸度 第三罐是木仪雕 是鱼里比较稀少的一种品种 特别是在八九月 木仪雕的脂肪最为丰富 不仅有优雅的白生鱼的鲜味 还有淡淡的脂肪感 这一罐很不错 第四罐是白虾 先用昆布熟成后再剁碎 肉质柔软鲜嫩 带有柔和的甜味 第五罐是剑鲜乌贼 这一罐切成了树条状 保持了乌贼爽脆的口感 乌贼的味道比较弱 甜味也不足 所以显得醋饭的风味很明显 有点不协调 第六罐居然是用 鹿尔岛牛肉的西冷部位做的寿司 牛肉加入腌制过的黄金辣椒一起剁碎 吃到嘴里简直就是牛肉披萨的风味 非常非常神奇的体验 这一罐直接颠覆了寿司的传统概念 第七罐是夏季当季的喜鱼 喜鱼自身的味道很淡 醋饭的酸度大 风味又重 这一罐也不是很大 第八罐是小鸡鱼 这里处理的也是比较传统的 重盐重醋的风格 酸咸的小鸡鱼 就是刚好和醋饭很大 可能是我第一次觉得 这是完全可以hold住 酸咸的小鸡鱼的醋饭 第九罐是金木雕 没有经过炙烤的处理 保留了鱼肉原本鲜嫩的口感 嫩滑且略带甜味 同时又有丰富的脂肪 搭配的是做成了粘稠状的柚子醋 这一罐也很好吃 第十罐是煮扇贝 低温处理之后用手撕开 保留了扇贝嫩滑的口感 中间还加入了一片海苔 丰富了层次 这一罐也不错 第十一罐是鲑鱼籽 和传统寿司店的味道差别不大 这一罐印象不是很深刻 第十二罐是猴黑鱼的寿司 表皮进行炙烤 呈现出了金黄酥脆的质感 鱼肉处理得很柔嫩 几乎可以在舌尖融化 加入了小松和生姜的药味解腻 这个也是喜欢的一罐 最后第十三罐是店里特色的黄瓜手卷 浅色处理的黄瓜 保留了米糠的风味 清爽又解腻 虽然是特色 但是也没有很惊艳的好吃 主食是绿咖喱和白味增的拉面 非常日系结合的出品 汤汁入口之后 先是绿咖喱带来的辛辣和独特的风味 后口则是白味增的甜味 和浓郁深厚的味道 虽然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感觉的料理 但是还算可以接受 最后的甜品是合三盆糖的冰激凌 奶味很足 非常的浓郁 整个套餐的特色就是比较重口味 从第一道持续到甜品 来之前听朋友说 这家是前菜很多 寿司比较少 今天拜访的时候 发现前菜不多 寿司反而不少 主厨的风格还是千变万化 很多处理方式已经超出了寿司的范畴 如果不把它当作一家寿司店来看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 主厨人很好 也很有意思 酒水的价格也比较良心 五个人就能包场 可以约几个好友一起过来吃 今天也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 拜拜